第二天 老公找到了老婆 请求原谅 老婆 你别生气了好吗 这件事都怪我和我妈 求求你不要跟我离婚 为了咱们刚出生的孩子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儿子的满月酒也刚半晚 我们在众人面前也丢尽了颜面 你就不要再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好吗 就凭你们家提出的那些无理要求 你觉得我还有必要跟你过下去吗 你有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过吗 我羊水破了 你妈去抬把椅子坐在门口堵着 不让我去医院生孩子 再怎么说 我肚子里也是你妈的亲孙子 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他都做得出来 他的心不是一般的黑 我要是再继续跟你过下去 指不定哪天就见不着太阳了 老婆 我都给你叫救护车了 你和孩子现在都好好的 这事就让他过去吧 呵呵 你做的事情换做是陌生人也会这么做 我对你已经失望透顶了 作为我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你就不该任由你妈欺负我 要是因为你妈的自私 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那我还怎么活 我真是瞎了眼 找了你这样的老公 可是老婆 咱们的儿子才刚满月 我不希望我孩子没有父爱 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像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我孩子的父亲 你放心 以我的家庭条件 我会把孩子抚养长大 而且会过得很好 我承认这件事是我的错 可我妈让你把36万和学区房交出来 那也是为了我弟弟啊 我们不能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妈也是因为自己岁数大了 没有收入来源才会这么做的 他把我们兄弟俩拉着大不容易 你就体谅他一下吧 你弟弟没钱结婚 凭什么要让我家出钱 就因为你弟弟 你们就可以这样威胁我吗 幸好孩子顺利生下来了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就算我发生了意外 我爸妈也会替我讨回公道 老婆你想想 你在满月酒上说的那些话 让我们一家再亲戚朋友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我们现在都没脸出去见人了 哥哥在背后 说我们一家人的闲话 他们怎么说的 是不是夸奖你们了 亲朋好友都说 老婆这么好的 而媳妇都没有留住 说我和我妈 为了我弟弟做得太过分了 你们家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提款机吗 你妈还大言不惭地说 让我把36万给你弟弟 当做彩礼和办婚礼用 你们在外面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们可真敢想 我答应给你弟弟八万八千 你们还嫌少 你们也太贪了点 你妈还经常挂在嘴边说 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是我攀了高枝 我告诉你 现在我不攀了 你去跟你妈过去吧 老婆 你要打要骂我都认 你千万不能跟我离婚 你明明是在乎我的 我不要跟你分开 你说的没错 但我在乎你是在这件事之前 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 你爱跟谁过跟谁过 我刚生完孩子 你还来欺骗我 说我已经答应给你弟弟 过户学区房和那36万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老婆欺骗你不是我的本意 那都是我妈让我这么做的 你没脑子吗 你妈说什么 你做什么 我才是你老婆 我才是那个陪你过一辈子的人 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明正局见 儿子看着老婆态度坚决 又去找到了母亲 我老婆执意要跟我离婚 我怎么劝她她都没用 你满意了吧 她让我去明正局门口见 要是当时你不那么做 不要逼我老婆 把36万和学区房给我弟弟 也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我之所以会这么 都是因为你弟弟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弟弟还没结婚 人家女方要去有房 还要出彩礼办酒席 我不这么做能怎么办 我真后悔听了你的话 对我老婆做出 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她都要伤了你 还堵着门口 半满月酒的时候 她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咱们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妈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做呀 她这个没良心的 真够冷漠无情的 妈 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到现在了 你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吗 要不是你自私偏心 我老婆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了 我就是觉得自己没错 他们家那么有钱 36万和一套房子 对他们家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妈 他们家再有钱 那也跟我们没关系啊 她不愿意给咱们 是她的权利 我们不能威胁她 而且我老婆都答应给 八万八的红包 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是我们要的太多了 儿子别说了 你快去跟她把手续办了吧 过段时间妈再帮你 找个听话孝顺地回来 妈 你在想什么呢 我老婆这么好的媳妇 她还把财礼带来养孩子 我们住的婚房 也是她爸妈买的 做人要懂的是 要是我跟她离婚了 那现在这套房子 是婚前买的 你觉得还会有我的份吗 怎么不是说 结了婚房产 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妈 你再好好想想 就算是共同财产 我们离婚了 难道我不需要再买房子吗 再结婚不需要财礼吗 你有那钱吗 咱们家有那个能力再取吗 再说了 就算我老婆家条件不好 我也不能离婚了 我们都已经有孩子了 你也有孙子了 怎么能说离就离 妈 废话也别说了 你今天必须跟她道歉 你说什么呢 你让我一个长辈 去跟她道歉 你这不是诚心 让我去丢人吗 你要是不跟她道歉 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你这样的妈不要也罢 儿子 我可是你妈呀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就痛快点 到底去不去道歉 你要是不道歉 我就当没你这个吗 这件事是你的错 不是我不孝顺 母亲见儿子这么说 实在没办 于是放下身段 找儿媳妇道歉 儿媳妇 妈知道错了 妈跟你道歉 希望你不要跟我儿子离婚 妈提出那样的要求 实属一时糊涂 妈以后会好好的待你 你再给我儿子一次机会吧 你没错 你也不会做错 而且我看你很聪明啊 怎么会有像你这样的婆婆 世间少有 儿媳妇 你别生气了好吗 就算妈求你了 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 你要是跟我儿子离婚了 他会跟我断绝关系的 现在都可以跪下了 想不到你为了两个儿子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儿媳妇 你就原谅我们吧 妈求你了 你们走吧 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 最后夫妻二人离婚了 儿媳妇自己带着孩子 幸福地过了一生 大家觉得儿媳妇的做法对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